明年哪有可能減息 你以果再買中了香港以前俗稱吉祥三寶 教士的收息股 現在是很容易深深的傷害來的 你用最頹廢的東西 加上你一定認了十顆 不用問股病人或者包括我們 其實也不用 一不小心一些人就會以為你露點會 大家好 歡迎回到離岸的二流座 我是Goria 我旁邊有大家敲碗敲了很久的 Oscar 蔡金潭 你好 今集我們第一集 其實Oscar會來兩集 所以大家記得先點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一集我們會說一下 國際局勢 全球滯障 滯障有沒有緩和 你自己看現在的局勢是怎樣 滯障其實已經進行了半年 滯障我前一兩年都大體上 我覺得是一定會滯障 因為它是有些根本性的原因 就是你去全球化 以前是因為全球化 所以東西便宜了 因為每個人 現在其實你要去全球化 就一定會令到東西貴了 再加上澳湖戰爭今年才發生 所以澳湖戰爭是令到 整個滯障正式全面展開 那滯障已經半年 這些東西不會緩和的 因為其實滯障 它是通常大概維持一年 就轉入衰退的 所以這個更加貼切的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時候轉入衰退呢 那滯障什麼時候有沒有緩和 因為它是一種前後腳的東西 而滯障不會維持很久的 歷史上 其實真的在歷史上 真的有一次 真的滯障維持幾年 只有七十年代 一九七三七四 然後中間停了幾年 然後到年底 七十年代沒有再滯障 所以看到滯障 正常來說通常都 歷史上不是很經常發生的 是的 你覺得滯障會 之後的大衰退會衰多久呢 或者這樣說 有些人其實就在望美國的CPI 覺得換和了 沒事了 美國牛市回來了 你是否這樣看呢 我就去年下半年 大部分人對香港的股市 或者A股就心惡痛絕 就是講到什麼 終生不再見 就是一股不留 那些很驚嚇的字眼 去年年底 同時就說美股很正 你會在地鐵裏面 看到無數推出美股的廣告 通常這些就是 就是收工收皮的時候 結果今年上半年 美股就跌到四個朝天 跟香港的跌幅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你想想 美股是很少這樣的 是嗎 到了6月18號 直到現在又再有一點 一定程度的反彈 都不錯的 那現在又再 你又再問大部分 香港各界的人士 由散戶到股票的人 就會跟你說 美股很正 中港股市 中生不再見 這些顯示出情緒是很嚴重的 其實炒股票沒有這麼多情緒 第二件事 就是香港話 有一件事叫做 種地木棋 很多人棋的地方 你一開都是糟糕的 所以我對美股就是 這次反彈有可能不錯 但是遲些 到年底 因為今年上半年 跌是跌的 下半年 即到了4Q 我覺得有可能會跌 那個結尾 結尾有可能會變差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要有這些情緒化的事 覺得這個人是終生所愛 或者終生所幸 或者一定要分手 或者要跟他從事不再見 我覺得不要這樣 大家比較現實些 或者比較心平氣和的就是 你其實是投資股票求財 講到情緒的事 大家始終要有清晰的看到 現在全球是有一個 大的經濟危機的可能 這個其實不是說 只是美國 只是中國 只是歐洲 只是日本 或者有些人有 我覺得那些發生 是一個比較大規模的 但是又不是說 你完全跪縮在家裡 甚麼都不做 所以我覺得 第一你撇除情緒化 不要再說 一股不留 或者又再大師兄回來 總之 在6月18日 他油價之後下行 以及已經添加了 很多負面的東西 而他股票 整個美國的三大指數 跌了很多 那他開始向上行 那你就跟著 進去參議一下 盡量聚焦在一些 基本上行 你覺得是 比較 策略的一些公司 那邊行邊看 直到差不多三季到尾 那你再自己 看看 即是他的盡量的下行 會不會很大 而你覺得 整個市場的盡量 開始殺盡量 那你便開始 又撤退出來 或者你撈住 那些最堅挺 或者最抵抗的公司 所以我覺得 包括昨天 港股爆升 其實前天是爆跌 今天是昨天爆升的 其實你說背後的理由 其實幾多人完全是可以說得清楚 所以現在的所有的事情 其實是很混沌的 即是很混亂的 所以你有的事情 就是在各種因素的結合下 你進去炒一轉也好 或者參議也好 然後適可而止 那你就轉身 或者你便留下少少少 留守部隊在那裡看看 那OK 你便繼續又加上 不要有一成不變的 覺得Buyen Hall Buyen Hall在今年 你一定是要反庭的 Buyen Hall會反庭 但講到美股 剛剛你講 今年年頭 就殺股值 重股它們應有的價值 年尾就是大家可能要看 它們的earning的部分 如果那部分又要重股 你覺得是大概幾成左右 這件事 不是完全猜到 但我傾向於 美股是彈現之後 都會下行 很多人覺得 因為它在6月18號 6月18號是轉接點 6月18號就 立斯大黑跌了26.8 還是多少呢 那時候的S&P 都跌了超過20 Dow Jones 就少些 不到20 基本上三大指數 那時候都入了紅區 現在反彈了 差不多之前跌的東西的一半 即是 立斯大黑可能跌13-14% S&P可能跌10% 因為收復了差不多 Z率差不多 不到一半 那向下 我覺得 美股在未來 在三季到尾之前 都會雜幅 再向上升少少 但之後我覺得會殺下去 因為我不覺得earning是會沒有事的 至於你說會跌多少 其實這些想不到 第一 你不知道earning的向下修正是多少 第二 你都不知道9月 和11月和12月 聯儲局的加息的步伐是多少 現在雖然表面上的通脹 是由9.1到8.5左右 但其實核心通脹是沒有變的 都是5.9左右 即是6月和7月 還有你看到最近 就是聯儲局的各級官員 地方的聯儲局的官員 全部出來都說 我覺得會很hocus 所以很可能 9月都會加75滴 更加有可能 其實11月有可能 都會再加些 決定了美股四季度有幾個因素 第一就是盈利向下修正的幅度有多大 第二就是聯儲局 在9月11月12月 架式的步伐有多大 但其實現在這兩樣東西 表面上就看上去好像是 比之前大家擔心的好像少些 其實我覺得在四季度區 有可能會比大家想像中差些 因為聯儲局已經說到明 通訊就算是儘量 去到8.5其實都還是很高的 其實它明年哪有可能減息 所以它其實 一定要陸續力 令到它真是 回到一個比較好控的一個級別 所以我覺得這兩樣因素 即是盈利向下修正 和聯儲局架式的步伐 其實四季到尾 股油可能又會向下走 但會不會走到6月18日的低點 或者再低一點 其實我這個不清楚 所以你剛剛告訴大家 大家以為你通脹緩和 之後就沒事了 這件事就不要想那麼多了 這個是很奇怪的 其實它是8.5、8.6、9.1 然後又回去到8.5 8.5的時候 第一次8.5的時候 大家又好像驚到 驚到很低 第二次8.5又覺得好像很棒 其實8.5是很高的 歷史上其實美國8.5其實很少 幾次而已 所以我覺得大家太將這件事 攬得太過義氣 你覺得之後的 滯脹之後 其實你會覺得是衰退 是不是沒事 衰退 大家要有多久的心理準備 不知道的 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幾年的 即是美國就有可能會好些 但如果全球性來說 我覺得這個衰退 我覺得怎樣 衰退有些是 你還有些延續性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幾年的問題 美國的話 在這幾個經濟體裡面 衰退算是比較輕微的衰退 因為美國其實它一季度和二季度的GDP 其實已經是負數 嚴格上 你在經濟學來說 你可以說它是衰退 但因為它的失業率是很低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美國你如果結合GDP的負增長 連續兩季 再加上 你它失業率的要升上來 其實有可能要去到四季度 或是明年一季度 所以美國的話 真正進入衰退 有可能要去到明年底 今年底或是明年頭 那歐洲的話 我覺得歐洲其實已經算衰退了 歐洲就最衰的了 即經濟又是很差 然後失業率很差 所有的事情都很差 所以歐洲我覺得在今年 即是很快些 它會先進入衰退 那美國我覺得是比較好 可不可以這樣說 譬如歐元或者歐洲股 譬如你的NPF有些歐洲的部分 你都不要搞了 歐洲是最差的 那這個就不是 不是說抹黑或是唱衰 而是它真是一個共識區 它那個局是沒有辦法 很難破的 而且它弱勢政府 即每一個國家又是比較弱勢 德國又是比較弱勢 法國又是比較弱勢 意大利又比較弱勢 整個歐盟又是弱勢 整個歐盟國家裏面又互相制衡 所以它其實現在的問題 是很難解決的 那譬如我們真的 邊走邊炒的時候 你自己又會選哪些股 都可以炒一轉 哪些就真是一邊走 我扔開你 我看都不看 今年呢 即是今年我少些出來見媒體 就是因為你轉身速度 可能會很快 那一不小心 那些人就會以為你弱點它 那即是今年呢 即是你整個滞藏期 或者反過來 整個滞藏的 比較靠前的部分 其實只有幾個系統 是基本上一定會升的 第一就是能源 能源裡面分成石油 煤炭 天然氣 這些貫穿整個滞藏 大部分時間都會升的 農產品也是比較大部分時間會升的 所以農產品 或者農業機械 或者農業相關的東西 又是比較容易升的 還有另外兩個大家比較 異熟能牆的一個板塊 一個就是科技的硬件 例如Apple這些 科技硬件類的 又是比較易升的 新能源和新能源車 因為現在比較東做些 又是比較易升的 所以這四五個系統 其實貫穿了由今年 甚至到明年的一二季度 你會發覺它基本上會 大幅領先其他板塊 中間就是它升現 好像剛剛說的 你不要完全購買和購買 有時它升到盛行成市 你就要走些 之後你就要回來 所以其實你是要這樣 有步驟地歐叉去 其他的那些板塊 其實很多都是言目求餘 就是你研究回來 其實它有可能有一隻半隻 一隻獨秀 但其實你很難弄 其實你是大部份都是會跌的 這個其實它是配合整體的經濟 滯漲的經濟 和整個大的地現政治 其實是這樣 剛剛你說到有些板塊 還可以短炒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 但譬如我們說中場戰 現在說你會覺得 接下來繼續會滯漲 滯漲之後就是跟著來衰退 在這個大環境之下 我們作為個人投資者 我們應該怎樣配置我們的資產呢 譬如我們應該幾個百分之 用來做一些短線投資 有幾個百分之 我們可以買一些金 或者是儲一下錢 這個問題 有可能會是一個毒藥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人是一個二十歲的年輕 還是一個六十歲的退休人士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這樣去界定 你像你年輕 你當然不需要榨金 你當然是榨小現金 其他就是股票 即是刀仔叫大輸 即是你沒有可能去榨那些東西 那六十幾歲 你叫他一注獨營砌下去 輸了他就睡天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難 我覺得更加貼切 你分兩類 第一就是有經驗有能力的偏專業人士 第二就是普通人 偏專業人士的話 我覺得股市你不就照炒 你會洞你會去short 你會去不停去short 你可以的 那炸金 金是一種舊市的產物 金不是說它一見再沒有價值 但金 即是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它背後 其實金現在是很清晰的 它是跟實質利率倒著行的 所以金現在是很難勝 而且金的功能一方面 被電子貨幣取代了 所以有經驗的人 他就繼續玩吹股票 其實他沒有所謂的 那我就回到普通人這塊 因為普通人這塊 我覺得其實今年 其實他可以持有三至五成現金 但現金一定是美金或者港幣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美元指數會持續升 現在一定是一零九 這個之前我在一兩個月前的訪問 那時候我的東西比較合理 我大概覺得到明年年中 美元應該開到一一五的指數 所以其實你美元相對人民幣 相對日元相對歐元相對榜 相對新台幣 其實每一年我覺得 今年也好明年也好 其實你都大概最少會升值六至九% 差不多接近去到雙位數 所以其實你在香港 作為一個比較國際性的城市 其實你持有美金或者港幣 相對於人家來說 其實你已經賺了五至十個%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用最頹廢的東西 即是你就算是去做定期美金 定息你都有參加三多 所以你加起來 其實你已經認了十顆 所以其實你那四五成的現金 其實現在不是一個極其無聊的東西 其實都幾有聊的 幾有意思的 那你剩下的 對於普通人來說 剩下的五六十個% 你便再分幾部分 你有一部分你專門用來買一些 即是防守性強的公司 但防守性的公司大家要小心 即是現在是大變化 你如果再買中了香港以前 俗稱吉祥三寶那些什麼 中電煤氣那幾個 其實現在你可能會輸到反庭 因為其實現在整體的形勢變了 這些公司不再是真的防守性的 因為它那些燃料各方面 其實它是很難hedge的 所以你會見到 中電的盈利是稅到很差的 所以在這個新的形勢下 即是你如果要買這些房子 即是收小息有什麼 其實你可能可以買小石油股 你亦都可以買一些電訊股 香港的電訊股也可以 大陸的電訊股也可以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類似這些 其實領展都很雞勒的 都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其實大家對於收息股的定義 是要重新定義的 是要重新定義 因為教士的很多收息股 現在其實是很容易深深的傷害來的 那你有了這一部分現金 有了這一部分收息的東西 那你再有一部分進取一些 那你就駁一下其他的什麼成長股 或者你想說什麼都可以 所以你是要通過註碼去控制風險 一注讀營獎選一隻好東西 其實有這些東西大家不用在這裏 你自己會不會選到一些絕讀的人的好東西 很少的 我為什麼很少說一隻呢 其實這些其實尤其是現在 整個市場是很上升的 所以它要升就一起升 要跌一起跌的 那你呢 我覺得投資者或者散戶朋友 或者一些觀眾 不用說怎麼去問一些股評人 或者包括我們其實都不用的 其實你看一些板塊 但是你做了一個決定 覺得可以 你就選擇它最漂亮的 那一隻或兩隻 假設一下 我剛剛說了成大論能源股 能源股的話 其實你像巴菲特買西風石油 你買不到西風石油 那就是中石油中海油 那你就不要去買其他那些 那些藍藍散散 或者散騷騷 或者那些人有些很小的 那你選中了 其實這兩個是一起上一起下 有可能是A比B 是超過2%或者1%很少 那這些你就可以選擇 你好像電訊一樣 那你無論選擇了中二檔 選擇了中國電訊 或者你選擇了電訊 其實那本質上不會改變很多 這就是我為何今年很少講過股 第一就是講了有可能是腦點你 第二就是你如果用這個方法去看 其實你會最安全 甚至你如果用一個最頹廢的方法 就是你不要相信一注獨營 即是你覺得石油或者Telicum 石油買兩隻Telicum買兩隻 你散開其實你就不會被它傷害 你為何要跟它一注獨營 錢是一個很嚴肅的東西 你去街市買一堆蔥你也看價 怎會有人跟你說一隻股票你相信它 好 今天大家都學了很多東西 我都帶了很多東西在這裏 我們今集就到這裏 我們下集回來就講一下 講一下移民的話題 講一下樓價 講一下你怎樣看香港的經濟環境 我們下集再見 記得Like 訂閱 以及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還想聽Oscar的訪問 下次見 拜拜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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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